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曹太太见他们自说自话 全然不把自己母女放在眼里 不由她一阵暗神闷气 立刻转头朝着明镰看去了 明镰躲闪不及叫她扯住胳膊 只闻一阵咯咯笑声 哟 果然是玉石雕出来的可人 瞧瞧 这眉眼 这身段 上老太太见她言语轻挑 又涉及明蓝 不由得眉头一皱 曹太太太 真是好模样 要说我们家锦绣呀 打小也是人人夸的标志 可惜没有明姑娘的命好 小小年纪就去那鬼地方吃苦头 如今曾瞧着不大精神 若能好吃好喝的调理阵子 定不输了谁去的 一边说一边还去摸明蓝的衣裳 明蓝胳膊暗暗是立 一弯手肘 轻巧地拖开曹太太的手掌 微微侧身躲了开去 心中暗自奇怪 曹太太和贺母是两姐妹 怎么一个竟想粗俗地窜妇了 再一侧眼 只见贺母脸上尴尬得一阵红 一阵白 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姐姐出丑 一旁的曹锦秀 始终低着头 明蓝仔细瞄了几眼 只见她皮色微黑 面带风霜之色 更坚消瘦之灵 容色实在不怎么样 因是客人 贺家人也不好说什么 曹太太愈发得意起来 转头朝着盛老太太道 听我妹子说 老太太和我妹子的婆婆 是顶要好的手帕娇 我也不嫌臊了 我们锦儿和我外甥红哥 是自小青梅竹马一道大的 那情犯哟 不是我夸口 当初我们家离间时 红哥可是追在后头哭着喊锦儿的 如此轻易 我们锦儿自然 贺老夫人脸色已变 重重地把茶碗炖在桌上 一声脆响 只见碗盖已经碎在茶几上了 贺儿太太和贺母知道婆婆性子的 无事的时候自是爽朗 爱说笑 但发起怒来 却是连老太爷也敢骂得辣脾气 他们立刻吓得肃立到一旁去了 贺老夫人心里怒急 脸上咋而微笑 缓缓从自己头上拔下一只雕符兽双字的青金石如意簪 放在茶几上指着道 姨太太 我一直想送锦儿这孩子一只簪子 今日趁大家都在 姨太太若不嫌弃 便拿去吧 曹太太愣了愣 随即大喜过望 小不上前伸手就领了簪子 壁划着脸声夸好 贺老夫人脸上含着一种奇怪的笑容 缓缓道 既有了簪子 回头便叫锦儿把头发都盘起来吧 这穿带也该改一改了 没得富人家 还做姑娘打扮的 此言一出 厅堂内便如一记无声的轰雷 响在众人心上 曹锦绣猛得一抬头 眼中饱含泪水 恍如一根木头一样处在地上 一动也动不了 厅堂上众人神色骤变 喷得一声 曹太太惊慌失措地把那只簪子掉在地上 摔成了两截 贺老夫人战头对着脸色苍白如死人的贺母笑道 看来你姐姐是瞧不上我这只簪子了 贺母也吓得手足乱颤 不敢置信地去看曹太太 目光中竟是惊疑 曹太太避开妹妹的眼光 暗子狠一咬牙 随即又强扭起笑脸 冲贺老夫人笑道 老夫人莫不是弄错了 我家锦儿还未出 贺老夫人一挥手 截断她的话 顺手抓起身旁的曹锦绣的手腕子 三根手指正扣住她的脉门 然后眼睛盯着曹太太冷冷微笑 曹太太悚然想起以前妹妹曾说过 贺老夫人自有研习一束 一个女子是闺女还是妇人 便光看身形就能猜出来 若一把脉更是什么都瞒不住的 想到这里她顿时汗水层层而下 不知所措地去看自家妹妹 却见她也是一幅失魂落魄的样子 见此情形 贺母亦是透亮 自己婆婆怕一早就有疑心 但爱着自己面子并未点破 可如今却当着圣家祖孙和二嫂的面说了出来 不但是向外明确表态 更是间接表示对曹家的强烈不满 贺母年少首寡 这十几年能安稳度日 富裕贺洪文成才 婆母助力极大 她自来便是很敬服贺老夫人的 如今见她显示气急了 心里也是害怕 接下来 众人也没心思赏花了 圣老太太拖延身子还未全好 便写了明栏告辞 贺老夫人拉着她的手说了好几句话 贺尔夫人一路送到门口 满嘴都是歉意 又把御仙背下的夏日常用的药草装好了香笼带上 才恭敬的道别 上了马车后 祖孙俩久久无言 明栏低头私腹 初时贺老夫人之时 她只觉得这位老人家性子阔直 十分好说话 但现在想来 贺老派爷少年时风流自赏 姬妾也是不少的 可几十年下来 论是一个数子女都没有 如今老夫老妻了 贺老夫人更是拿住了一家老小 说分家就分家 说给贺洪文母子多少产业就多少产业 丈夫儿子儿媳谁都没二话 日子过得甚是自在 今日见她一出手便是杀招落手 这样一个人怎会简单 内宅如同一个精致隐忍的竞技场 能最终存活下来的 不是像云嫣然的祖母一样 天生好运气 便都是有两下子的 过了好一会儿 明栏才叹息道 幸亏有贺家祖母在 姓老太太神色高深 眼神不可置否地闪了闪 两家皆亲 讲究的是你情我愿 皆大欢喜 要靠老人家弹鸭才成的 也不是什么好亲事 再瞧瞧吧 也不知弘文她娘是什么意思 此时赫母正满心惊慌地站在 赫老夫人里屋中 屋内只有婆媳二人 门窗都是关紧了的 屋内有些闷热 赫母却依旧觉得背心一阵阵发凉 你昏了 你昏了头了 赫老夫人一掌拍在茶几上 上头的茶碗跳了跳 你明明晓得我的意思 还把今日会客之事 告知曹家 你安的什么心 莫非你真想要锦儿做儿媳妇 赫母神色慌乱 脸毛摇头 不不不 明来那孩子 我是极喜欢的 怎么会 说着眼眶已热 哽咽头 可是 姐姐她一个劲地求我 我就 媳妇娘家 只剩下这么个姐姐了 你呀 赫老夫人 恼恨不已 是道 就是心软 我今日把话跟你说明白了吧 我们赫家 也不是贤平爱父之流 倘若当初 曹家犯事之前 就让他家闺女和文格定了亲事的 如今便是惹人潮 嘲笑 我也认了这酸媳妇 可你别忘了 当初是他们 曹家嫌弃你们孤儿寡母 没有依仗的 那会儿曹家架子可大得很 口口善善 要把闺女高架的 哼 如今可好 他们家败落了 潮倒了 倒想起有你这个妹子 有洪文这个外甥了 说到这里 赫老夫人提告了声音 怒道 尤其可恨的是 他们居然还敢欺瞒于我家 明明已飞完毕 还想瞒天顾海 真正可恨至极 赫母 愁气起来 断断睡蓄道 是才 姐姐与我说 在梁柱之时 他们一家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被逼无奈 静儿才与那五官作妾的 谁知不过几个月 就大舍天下了 如今曹家 也悔恨极了他 那又如何 赫老夫人瞪眼道 他们痴心妄想在前 有心欺瞒在后 你还真想碎了你姐姐的意 讨这么个破落的 给你儿子做媳妇 自来寡母带大儿子 所寄托的心血远大于普通母亲 赫母望子成龙之心也是有的 但她秉性柔弱 又耳根子软 被姐姐一哭一求 便心软了 如今事情搬扯开了 一边是姐妹秦深 一边是儿子的前程 她不禁慌了手脚 最后 赫母抹了抹眼泪 抬头道 母亲 我想好了 我儿媳 还是名丫头的好 不过 是在我姐姐离去前 又要求我 说便是叫锦儿 做偏房也是好的 母亲 您说呢 想也别想 赫老妇人又重重一掌 拍在桌上 说话间咬牙切齿 但瞧着赫母一脸惊吓 她素来怜惜着 青春首寡的儿媳妇 便发柔了身影 儿媳啊 你好好想想 圣家这门青史 是再好不过的 你公爹年纪大了 过不了几日 便要治室了 到时候 我与你公爹 不是回白石潭老家 便是随他大伯 复任上去的 到时候 你叫红文靠谁去 自得替他寻一门 能依仗的月家才是 高门大户的嫡女 咱们攀不上 底门小户的 又不好 寻查人家的庶女 上不了台面 你自己也挑过的 还有比明兰更妥贴的吗 父兄 具在朝为官 家底富庶 虽是庶女 那容貌性情 却是一等一的 在家也得 父兄嫂子疼爱 她又是我那老姐姐 一手带大的 将来便是 你们一家三口单过 她也能稳当地料理家务 照顾婆母 辅助夫婿 我瞧了这么多年 便是名丫头最合适的 骗曹家这话来出 要儿子 做妾 媳妇还没过门 倒连妾室都备好了 我可没脸 去与我那老姐姐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